猛户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年代还有纯爱吗 这部上映于1980年的电影 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70年代 女孩周云从国外归来 她自由跟随父亲在美国长大 对祖国深沉的热爱 使她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 父亲对庐山有着特殊的情感 云儿 你到了庐山 一定要去看看白鹿洞书院 门前枕柳桥下 有一块枕柳石 周云来到父亲口中的枕柳石 正想拍照留念 结果一名男青年闯入镜头中 周云忍不住细细观察这个男孩 随后和他寒暄起来 对不起 我并不是有意的 我怎么把人家赶跑了呢 周云看着男孩离去的背影 感到有些愧疚 男孩名叫梗花 面对庄美的大好河山 他忍不住描绘出心中的盛事图景 或许是缘分使然 周云又一次遇到梗花 他们讨论起梗花的画作 周云被他先进的思想震惊了 梗花也感受到了难得的理解 周云继续他的鲁山之旅 博物中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沉迷在书中的梗花 周云悄悄躲在树后 纠正起梗花的英文发音 这对年轻的男女 以这种方式沟通着 梗花正想走进一堵芳荣 却听到妈妈的呼唤 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你没看外面这下大雨吗 世间的缘分一差阳错 从未停歇 周云在游览时遇上了大雨 在玉碑亭躲雨时 周云又一次遇到了梗花 几次的相遇 周云心里对这个男孩很友好感 总是忍不住想和他产生交集 梗花第一次和女孩近距离相处 显得很是尴尬 周云怪他不该在公共场合抽烟 我抽烟你管得着吗 尼虎丁管得着你 梗花文言无奈一笑 只觉得眼前的女孩太过骄纵 他将满包的烟扔在水中 周云见状心里的怒气已经消了大半 他主动向梗花示好 博学多才的男孩 谈起了玉碑亭的历史 周云听得入了迷 梗花也得知了他教自己英文的事情 两个年轻人正式成为了好朋友 很快雨过天晴 你叫什么名字 梗花 你呢 周云 两人约定好第二天一起去玩 周云换上了一身实心的大半 望着面前出水芙蓉般的女孩 梗花不由地失了身 周云拿出父亲画的地图 看到精细的路线和准确的景点 梗花不由地大家赞赏 两人来到瀑布前 周云脱下鞋子在水中细水 梗花问起周云对卢山的感情 他聊起了父亲的往事 梗花也得知了周云父亲的身份 他对祖国始终有着深深的眷恋 周云为了完成父亲的愿望 这才趁着机会回国看看 周云大学专业读的是建筑 也希望以后能够回国工作 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回来 我一定争取回来 他们心中爱情的种子也悄悄萌芽了 梗花谈起了对未来的规划 周云得知他的经历 也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两个年轻人陷入了热恋中 卢山的美景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他们在夜色中分别 又约定好一起看日出 活光山色美不甚收 他们沉醉在美景中 也敬请享受着爱情的甜蜜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他们在庐山的美景中合影留念 谈起了初遇的场景 再也难以抑制那份美丽的悸动 梗花为周云买来冰棒 结果因为天气太热 冰棒全部融化了 周云看到这幅场景被逗得开怀大笑 从此他们拥有了一个浪漫的约定 镜子的反光信号就代表着周云的到来 可是他们的约定没能得到兑现 梗花出事了 两人的关系被恶意扭曲 她被带走写交代书 一瞬间周云感到天旋地转 她眼含热泪 对爱人满是担忧 梗花的母亲相信周云 她绝不是那种有问题的人 周云不愿影响爱人的大好前途 她决定离开这里 梗花早就准备好了离别礼物 眼泪打湿了那幅画 周云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离别前的雨夜 梗花在暴雨中守候 周云强忍心痛躲在窗后 梗花得知爱人的心意 过往的甜蜜回忆涌上心头 他们幻想着冬日离在庐山赏雪 可此刻只有惨痛的现实 周云离开了 带着满心的遗憾和思念 多年后周云再次归来 庐山的美景依旧 当初那个一起共赏的人 却再也寻不到了 这是中国影史上 第一个吻戏镜头 出自这部经典爱情片《庐山恋》 周云和梗花阔别多年后 她如愿考上清华大学建筑研究生 梗花再次回到庐山 得知周云也回到了庐山 并且一直在打听她的消息 梗花欣喜若狂 她第一时间赶到周云的住所 盼望能够立即见到她 她们拼命奔跑着 恨不得立即和爱人紧紧拥抱 你真常识 常识的可爱 两人聚在一起享受美食 多年不见 再次交谈依旧如往昔一般 她们彼此陪伴 又一次沉醉在庐山的美景中 历经岁月的洗礼 两人的感情变得愈加醇厚 一只心不变 环似影贪拳 接下来的时间里 她们尽情享受甜蜜的时光 站在彼此身旁 她们终于有了一张完美的合照 游泳后两人看到了一道彩虹 梗花迎送起李白的诗歌 爱心之火熊熊燃烧 梗花想要表白爱意 却不知该如何开口 终于见她这副模样 于是主动靠近心爱的男孩 这对恋人终于紧紧依偎在一起 他们确定了心意 对方就是想要共度一生的人 可是好景不长 周云得知了一个晴天霹雳 原来他们的父亲不仅是旧相识 还是多年的死对头 周云心里痛苦万分 她再也无法忍受命运的嘲弄 决定放弃和梗花之间的爱情 她打算悄悄离开 却意外看到了梗花和她的父母 梗花的父亲早已接受了这个女孩 周云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她紧紧拥抱了这位宽厚的长者 上一代几十年的恩怨 在下一代身上得到了圆满 周云的父母也回国了 两家人相聚在一起 这段旷世奇恋 在庐山这个美丽的地方 谱写出一首最美的诗篇 这段旷世奇恋